你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每天一起读本书。 喜欢的朋友可以稍微推荐一下。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本书是《孔子传》。 这本书大约17万字,我会用大约30分钟的时间 为你讲述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孔子一生的经历,以及他的学说和思想。 只要你想了解传统文化,孔子这样一个成前起后的大人物,肯定是绕不开的。 本书作者钱穆说,在孔子诞生前,中国的历史文化已经积累了2500年以上,孔子是极大成者。 孔子去世后,中国的历史文化又发展了2500多年,这段历史又被孔子深深影响了。 孔子逝世后受到很高的礼遇,被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尊为圣人。 后代学者们一直在挖掘关于他的各方面知识和材料, 遗憾的是,孔子的传记不多。 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是最有名也是最早的,但就因为早,只有西汉以前的研究成果,对于今天我们了解孔子来说还是不够的。 前幕的这本《孔子传》完整反映了孔子的生平事迹,而且这本书并不是简单的讲故事, 他更注重分析和总结孔子学说的精髓。 所以,这本书像是孔子的思想评传,或者说精神传记。 前幕1895年生于江苏无锡,是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大家。 他最传奇的经历是,虽然只是小学毕业,却登上了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著名学府的讲堂。 他的《国史大纲》、《先秦诸子系年》以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史学经典著作、《胡适》、《傅思年》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前幕一辈子都在研究传统文化,年轻的时候就写过《孔子》。 1960年出版的《论语新解》这本书,成为人们理解《论语》的必读书。 1973年,前幕又开始写《孔子传》。 他为什么写这本书呢? 直接原因是受台湾孔孟协会邀请,但深层次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前幕已经78岁了,身体状况越来越差。 他觉得应该对自己的学术生涯做个总结。 前幕研究了一辈子传统文化,而孔子是传统文化最重要的代表,通过写《孔子传》,他能很好地展现自己的研究成果。 第二个,近代以来中国多次遭受外国侵略。 前幕认为,最大的原因是中国人失去了自信,失去了自尊,把自己的文化看得太轻了。 现在,是时候重读经典,认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多么光辉灿烂了。 值得一提的是,孔子传出版没多久前幕就失明了,一直到1990年去世,也没有再出版过著作。 所以说,孔子传的确是前幕晚年最重要的著作,充分反映了他对孔子、对儒家、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和认识。 为了这本书,前幕搜集了大量资料,但取舍却很谨慎,很多流行的说法都被抛弃了。 他针对一些争论不休的问题,做了大量详细的考证,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这才写成了这本薄薄的小书。 书出版三年后,他就去世了,孔子传也可以说是前幕本人对孔子最后的认识和评价。 虽然他在前言里反复强调自己想写的浅显,但是他依然采用了半文言文来写作,这使得这本书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具有一定的难度。 接下来我会从四个方面为你解读这本书。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孔子的身世,然后我们看看孔子的思想,以及他对教育的态度。 第三,我为你讲述孔子的政治生涯。 最后,我会为你介绍孔子身后的影响。 第一部分,要认识孔子,就要从他的身世说起。 他的祖先是商代的王室成员,名叫薇子。 周朝初年,周公担心商朝的就贵族造反,就把他们集中起来,统一监管。 这样就建立了宋国,让薇子当国君。 如果孔子的祖先一直待在宋国,那么孔子生下来就是贵族。 然而后来,宋国发生内乱,孔子的六代祖恐附加被杀,他的后人逃到了鲁国。 这样,他们就失去了贵族身份,下降一级,成了为贵族服务低势,有点类似于我们说的知识分子。 孔子的父亲舒良哥就是事,他结婚后一口气生了九个女儿,不得已讨了个小老婆,好不容易生下儿子,却天生残疾。 眼看无人继承家业,舒良哥又娶了严氏。 根据考证,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9月28日,距今2500多年,他的名字叫丘。 孔子的父母在泥丘山祈祷,生了儿子,娶名丘是为了纪念。 孔子自重泥,重,是排行老二的意思。 前面说过,孔子还有个残疾哥哥。 孔子三岁左右,他的父亲去世了,17岁那年,他的母亲也离开了人间。 孔子成了孤儿,日子过得很苦。 但他毕竟属于氏族,也就是知识分子家庭,亲戚朋友都会提供帮助。 所以孔子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第二部分,接下来,我就为你讲述孔子的思想和教育。 在当时,是需要学习六意,就是六种技艺,礼仪、音乐、射击、驾车、识字和算术。 掌握这些技能,就能够为贵族服务,赚取服务费了。 这样低识人,被称作儒。 这就是儒家的起源。 孔子当然也从小学习这些技能,他给贵族当过出纳、会计,还放过牛。 他自己说,无少也见,故多能比试。 我小时候很穷,没有地位,为了谋生干过很多粗活。 但是同样是学习,孔子的出发点和普通世人很不一样。 对普通世人来说,六意只是实用技能,学会了可以给贵族办婚丧喜事,驾码车,写写信,算算账。 然而,孔子很特别,每学习一种技能,他都要追问,这个技能是怎么产生的。 在流传过程中发生过哪些变化? 这个技能背后的意义又是什么? 最典型的就是孔子对礼的研究和理解。 周公创造了周礼,他表面上是一堆繁琐的仪式,但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秩序。 他规定了不同等级的人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 天子有天子的礼仪,诸侯有诸侯的礼仪,贵族有贵族的礼仪,世人有世人的礼仪,大家都要按周礼办事,不能乱来,如果乱来,整个社会就会乱套。 孔子所在的时代,就是个一切都乱了套的时代。 诸侯敢用只有天子才有资格用的一帐队,贵族敢唱只有诸侯才有资格唱的歌曲。 对此,孔子是非常不满的,他管这个叫礼崩乐坏。 文语里记载,孔子进入鲁国的太庙,看到什么都要问一句,周礼是这样的吗? 钱穆认为,孔子是在反问,意思是,他看到的东西都不符合周礼。 还有一次,鲁国的贵族纪康子公然采用天子的礼仪,让64个人在大庭广众之下跳舞。 孔子气得说,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种事你都干得出来,天底下还有你不敢干的事吗? 那么,这些不符合周礼的东西是谁弄出来的呢? 就是学过礼仪低试人。 他们明知道这样做是胡来,但只要有钱赚,也就顺着贵族的意思来。 对这种人,孔子很鄙视,他自己绝对不会这么干,也禁止弟子这么干。 用今天的话说,孔子是一个有态度的人,他掌握了一些实用技能,渴望发光发热,但是,如果你跟我的价值观不同,薪水开得再高我也不为你服务。 钱穆认为,这是孔子超越时代的地方。 别人学技能都很功利,只有孔子关心技能背后的原则,他认为,世人,或者说儒家,必须讲道理,讲原则。 这就把世人的境界提高到了全新的高度。 在孔子之前,世人相当于技术人员,没有灵魂,没有节操,只要贵族付薪水,我就提供服务。 孔子之后,世人就要判断某些行为是不是符合道理,不符合得坚决不干。 用孔子的话说,不亦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 用卑鄙的手段去获得财富,对我来说就像天边的浮云,看都不会看一眼。 在春秋时代,像孔子这样有原则的人,不受欢迎,他也没什么施展能力的机会。 孔子35岁的时候,为了躲避战乱,逃到齐国。 齐警公问孔子,如何治理国家? 孔子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这段话是有针对性的。 齐警公晚年,他手下的大臣实力很强,野心很大, 而齐警公又一直没决定由哪个儿子来继位。 齐国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危机。 所以,孔子说,君主要有君主的样子, 大臣要有大臣的样子,父亲要有父亲的样子, 儿子要有儿子的样子,国家才不会闹出乱子。 这也是遵守周理的一个表现。 虽然,齐警公很赞赏孔子的话,但是并没重用他, 一年后,孔子回到鲁国,专心教书育人。 从此,他可以靠收取学费生活,不必依赖贵族, 生活更自由,更独立了。 关于收学费的事,孔子说过,自行术修以上,无味尝无慧烟。 凡是拿着十条以上干肉来请教我的, 我多多少少都教他一点。 就是说,十条干肉是请孔子做老师的最低费用。 孔子这辈子教了很多学生, 著名的有,子鹿,子贡, 沿回,宰我,增餐,慎,子下,等等。 那么,孔子都教些什么呢? 六义,也就是礼仪,音乐,射击,驾车,十字和计算, 是人必须掌握,老师一定要教。 但是一般的老师,主要教后面四项技能, 射击,驾车,十字和计算, 他们是实用的,掌握这些技能, 是人可以去给贵族打工了。 礼仪和音乐因为不实用, 就不受重视。 到了孔子的时代, 能在重大场合正确地使用礼仪, 演奏音乐的人越来越少, 违反规定的事情层出不穷。 孔子想改变这个状况, 所以,他的教学以礼为主, 孔子所说的礼, 不仅仅是一种形式, 他要求弟子认真思考和研究 蕴藏在礼背后的道理。 这个道理,就是社会秩序, 只有理解礼是一种社会秩序, 发自内心的遵守, 礼才不会流于表面。 以礼为主的教学内容, 使孔子跟其他老师不一样, 别的老师根本不关心这个。 所以, 钱穆说, 孔子是中国第一个教你人生哲学, 教你怎么做人的教育家。 这样我们就能理解, 为什么在众多弟子当中, 孔子最喜欢延回。 就像钱穆说的, 炎回对人生哲学的追求是发自内心的, 不带任何功利目的。 这种纯粹, 是其他弟子做不到的。 炎回13岁追随孔子, 虽然家境贫寒, 但他好学不倦, 从不抱怨。 孔子对炎回非常欣赏, 他有许多重要的学术见解, 政治主张, 都是专门跟炎回讲的。 我们知道, 除了理, 孔子还提倡过另外一个重要概念, 人, 仁慈的人慈。 有一次, 炎回问孔子, 什么是人呢? 孔子回答, 克己赴理为人, 约束自己的言行, 按照理一所规定的去做, 就叫人。 炎回又问, 能说得再具体一点吗? 孔子回答, 非理勿事, 非理勿听, 非理勿言, 非理勿动。 凡事不合理仪的, 不看, 不听, 不说, 不做。 通过问答, 孔子把人的概念解释清楚了, 也把人和理的关系说明白了。 孔子把炎回和其他弟子做比较, 得出的结论是, 炎回能连续三个月不违背人的标准, 做到非理勿事, 非理勿听, 而其他人, 能保持一个月甚至一天, 就算不错了。 这说明, 炎回打心眼里认同孔子的学说, 而且在生活中努力实践。 孔子观察到, 在追求学问方面, 炎回不断进步, 从来没有止步不前, 这令孔子非常感动。 他赞美炎回, 闲哉回也, 一单食, 一瓢饮, 在漏相, 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 闲哉回也, 翻译成白话文就是, 闲得呀, 炎回。 吃粗茶淡饭, 住在简陋的小巷子里, 一般人哪里能受得了这份罪呢? 只有炎回,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 却依然不改变学习的热情。 闲得呀, 炎回。 鉴于孔子那么喜欢炎回, 钱穆认为, 他是想把炎回培养成接班人, 传承自己的学问和精神。 可惜的是炎回四十岁就死了, 比孔子还早走两年。 这对孔子的打击很大。 后来, 鲁埃公问孔子, 您的学生里, 哪些算好学的? 孔子回答, 有个叫炎回的, 好学, 可是命太短, 死了。 现在没有好学的了。 另一个孔子喜欢的弟子是子鹿。 子鹿和炎回完全是两种风格, 炎回内向, 子鹿大大咧咧, 炎回甘心过平淡人生, 子鹿想做大官, 治理国家, 炎回在孔子面前像个乖孩子, 子鹿却敢于当面顶撞孔子。 这两个反差极大的弟子, 孔子都喜欢。 实际上, 孔子最核心的七十二名弟子, 风格各个不同。 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教育方法, 因才施教。 对这四个字, 钱穆做了很精彩的解释, 孔子之教人生大道理, 只要遵守这个大道理, 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 自由生长, 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个人。 这就是因才施教, 是教育家孔子最伟大的地方。 由于因才施教, 孔子的学生都很有个性, 而且各有所长。 根据论语、先进篇的记载, 孔门有四科, 包括德性、言语、正式和文学。 每一科都有代表人物。 德性科, 就是道德品质好的人, 道德模范, 代表人物有颜渊、 名子迁、 染薄牛、 重工。 言语科, 擅长沟通、 演讲、 能说会道, 可以当外交加, 代表人物有载我、 子贡, 其中子贡还很会做生意, 被后世的商人尊为财神。 正式科, 善于处理行政事务, 治国理政, 代表人物有染球、 子路。 文学科, 这个文学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文学艺术的文学, 而是指历史文献、 档案资料。 在古代, 查阅和运用历史文献是很重要的技能。 文学科的代表人物有子游、 子夏。 孔子的教育生涯就讲到这里。 需要强调的是, 这是钱穆最看重的部分。 钱穆认为, 决定一个民族前途和命运的是人心, 而人心是教育塑造的。 孔子对传统文化, 对中华民族最大的贡献, 就是奠定了教育的重要性。 而且, 在钱穆看来, 自己所处的年代, 国家内忧外患, 传统文化受到猛烈冲击, 在这种情况下, 就更应该向孔子学习, 通过教育来应付我们面临的危机。 第三部分,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孔子的政治生涯。 从三十多岁开始, 孔子一直在鲁国教书, 没有参与政治, 但是到了五十岁, 鲁国又出世了。 当时, 鲁国有三大贵族, 继孙氏、 淑孙氏和孟孙氏。 这三大家族把鲁国国军架空, 成了鲁国实际上的统治者。 讽刺的是, 三大家族的家臣势力也越来越大, 有把他们也架空的趋势。 其中最嚣张的, 是继孙氏的家臣杨虎和公山不纽。 他们已经做好了背叛贵族继孙氏的准备, 想得到更多人支持, 就来找孔子。 他们以为, 孔子经常批评继孙氏,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一定会和他们站在一起, 但是孔子不为所动。 后来, 三大家族联手把杨虎和公山不纽 这两个有野心的家臣赶出了鲁国。 风波平息后, 三大家族也想到了孔子, 先封他为中都宰, 后来升为司空, 再后来让他做了大司寇。 大司寇掌管全国的司法, 相当于今天的最高法院院长。 三大家族怎么忽然请孔子出山呢? 原来, 孔子一直主张加强君主权力, 做臣子的要忠心, 不能有非分之想。 现在, 三大家族内部都出现了反叛者, 他们想借孔子之手打击这些人。 那去还是不去? 孔子选择了去? 对这个选择, 有人评论说孔子始终没放下做官的念头, 但是, 钱牧认为, 孔子出来做官, 至少会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政治蓝图, 比无所作为强。 而且, 孔子有他的计划, 他打算借机消灭三大家族内部的反叛势力, 把这些势力的资源交给国君。 这样也符合他的政治理念, 这不是很好吗? 孔子不动声色地先后摧毁了继孙氏家臣 与书孙氏家臣的势力, 轮到孟孙氏的时候, 三大家族忽然醒悟, 察觉到孔子的真实企图。 这样, 孔子的计划就推行不下去了, 他在鲁国也待不住了。 公元前487年, 孔子离开鲁国, 开始周游列国, 那年他55岁。 孔子先去了魏国, 住了大约4年。 魏林公秦孔子担任官职, 还特意询问他在鲁国做官拿多少工资, 命令给予同等待遇。 孔子后来, 具体做了什么官, 已经搞不清楚了,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他并没有得到重用, 魏林公只是把他养了起来。 这可能是因为, 魏林公觉得虽然孔子学问很大, 但对治理国家没什么用。 有一次, 魏林公向孔子请教军事, 孔子说, 礼仪, 我懂, 军事, 没学过。 春秋时期, 战争很多, 君主最关心的就是打仗, 孔子却说自己不会, 当然得不到重用。 他也清楚这一点, 不久就带着弟子离开了魏国, 之后, 孔子在曹国、 陈国、 楚国等国之间来来回回。 楚国政治家魏林公曾经和孔子进行过好几次深入交谈。 魏林公向孔子请教治国理政的方法, 孔子说, 近者月, 远者来。 意思是, 国君得让本地居民高兴, 这样, 远方的人就会来投奔。 孔子的意见令魏林公印象深刻, 他也很欣赏孔子的才能, 但是, 孔子最终没有留在楚国。 潜牧认为, 主要原因是, 楚国处于南方, 和当时的主流文明、 中原文明有很大差距。 虽然叶公欣赏孔子, 但大多数楚国人对孔子的理念是排斥的。 在楚国, 孔子遇到过三位隐士, 隐士们嘲笑他四体不勤, 五谷不分, 他的政治理想是空中楼阁, 根本不可能实现, 他到处跑来跑去, 纯粹是浪费生命。 一直到唐代, 都有人讽刺孔子, 李白就在诗里写道, 我本楚狂人, 奉歌笑孔秋。 楚狂人指的, 就是那三位楚国隐士。 李白推崇道教, 所以欣赏楚狂人, 对孔子不以为然。 其实, 面对楚国隐士的批评, 孔子早就做过回应, 君子之事也, 行其一也。 道之不行, 以之之矣。 君子出来做事, 是因为放不下肩头的责任, 至于理想无法实现, 心中早就有数了。 这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 孔子还说, 道不行, 成浮浮于海。 理想不能实现, 就坐船到海上漂流。 表达的也是一种不管结果如何, 只求问心无愧的意思。 公元前484年, 孔子重返鲁国。 那时他68岁, 从55岁离开算起, 孔子周游列国的时间长达13年。 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鲁国的政治格局却并没有太大变化, 掌握大权的依然是当年他离开鲁国时候的这三大家族。 孔子当然不会再为他们干了, 所以一直隐居。 不过他不反对学生去给三大家族做事, 只是要求他们守住底线, 不能干坏事, 否则他会很生气。 比如, 染球替记孙氏理财, 搜刮人民, 孔子知道后很愤怒。 他对弟子说, 这个人不是我徒弟, 你们可以狠狠地攻击他。 孔子本人直到逝世也没有重新踏入官场。 生命的最后几年, 他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 继续教书育人, 子游、子夏、 曾子, 都是他后期著名的学生。 第二件是写作。 第四部分, 这也是这本书的最后一个板块内容。 这个板块篇幅比较短, 不过, 虽然写得简略, 钱穆却提出了很多和学术界主流相反的观点。 一般认为, 孔子根据鲁国历史编写了《春秋》, 重新整理了礼仪和音乐, 对《诗经》进行了删减, 还钻研了《译经》。 但是, 钱穆只承认孔子写过《春秋》, 其他的, 他认为都是后代编的。 这样一来, 春秋的地位就更重要了。 《春秋》原本是鲁国的官方史书, 记录了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将近300年间各国的重大事件。 孔子晚年重新整理和编辑这些材料, 编写了《春秋》, 这是中国第一部编年提史书。 后人说, 孔子做春秋, 而乱臣贼子剧。 春秋出版后, 那些乱臣贼子都很害怕。 为什么呢? 钱穆认为, 孔子是以礼为标准来写春秋的。 符合礼的事, 他就表扬, 不符合地就批评自己做的事情被史书记录下来, 并且一直流传下去, 这对那些坏人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钱穆再三说明, 孔子虽然把礼作为评判标准, 但他不是照搬照抄周礼。 比如, 子章有一次问孔子, 三百年以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今天我们能知道吗? 孔子回答, 商代的礼仪是从下代来的, 减掉了什么, 增加了什么, 是确定的, 周代的礼仪是从商代来的, 减掉了什么, 增加了什么, 也是确定的。 以此类推, 别说三百年, 就算是三千年, 我们也能推算出来啊。 钱穆举这个例子告诉我们, 孔子会根据时代的需要进行调整, 他不是一个保守顽固的人。 这其实也是钱穆自己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 我们知道, 五四运动以来, 儒家被认为是落后的, 保守的, 受到强烈批判。 相应的, 有一群保守派顽固拒绝新思想, 拒绝改革。 钱穆和这两类人都不一样, 他既不同意一味地抹黑儒家, 也不同意儒家应该顾不自封, 刻意保持孔子时代的原貌。 钱穆被称为新儒家, 新就新在他主张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 儒家也应该与时俱进, 增加一些什么, 减掉一些什么, 适应时代的需要。 鲁埃公是六年, 即公元前479年, 孔子逝世, 享年73岁。 虽然, 鲁国君臣没有重用孔子, 但心里还是敬重他的, 写了道词予以纪念。 孔子的弟子和在传弟子, 则开始编写论语。 这本书记录了孔子及其主要弟子的言行, 是后人了解孔子最重要的材料。 钱穆非常推崇论语。 他认为, 首先, 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和在传弟子编写的, 其中, 很多人见过孔子, 对孔子很熟悉, 所以他们的记录真实性很高, 而且非常亲切。 其次, 论语提供的材料, 涵盖了孔子的教育生涯, 政治生涯和写作生涯, 通过分析和体会, 我们能准确地认识孔子。 这本《孔子传》, 主要的材料就来自论语。 孔子逝世后, 弟子们纷纷离开鲁国。 他们有的辅佐国君, 获得了很高的地位, 有的招收学生, 教书育人, 有的一辈子隐居, 各自都有不同的发展。 慢慢地, 儒家分化成八大流派, 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四位。 先说子夏, 他是孔子的弟子, 熟悉历史文献, 有一定的政治才能, 适而幽则学, 学而幽则事就是他提出的。 孔子逝世后, 子夏参与了《论语》的编撰, 据说《论语》有一半的内容, 都是他搜集和撰写的。 随后子夏去了魏国, 后来在魏国主持变法的李亏, 魁, 吴启, 都是他的学生。 再说子章, 他比孔子小48岁, 是孔子晚年招收的学生, 强调忠信, 但为人简朴, 和莫子的主张相近。 孔子逝世后, 他去了陈国, 独立招收学生, 造成了很大影响。 曾子, 是孔子晚年最优秀的学生之一, 强调孝道。 子思, 孔子的孙子, 跟着曾子学习, 据说中庸就是他写的。 子思是孟子的老师, 发展了孔子学说中强调仁义道德的那一面, 与孟子并称斯孟学派。 荀子, 孔子逝世后一百六十多年才出生, 生活于战国末期。 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荀子的老师是谁, 但是学术界普遍认为, 荀子是儒家思想的极大成者, 他极大的发展了孔子学说。 法家的韩非子, 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 因为这些人, 孔子的思想得以流传, 并且发扬光大, 孔子最终被历代统治者奉为圣人。 受到最高礼遇。 钱穆说,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过很多思想家, 各种学说竞争激烈。 然而到了汉代, 他们的事迹就很难找权了, 只有孔子留下很多资料。 所以他的一生, 他的思想, 才能影响今后两千多年的中国人, 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形成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到这孔子传就为你讲完了。 下面, 我们来回顾一下这本书的要点。 第一, 孔子的身世。 孔子的祖先是宋国贵族, 因为政治斗争失败, 逃到鲁国。 孔子的父母去世很早, 因为穷, 他干过很多粗活, 但是他认真好学, 自学成才。 第二, 孔子的思想。 他所处的时代, 社会制度开始瓦解, 诸侯不把天子当回事, 贵族不把诸侯当回事, 家臣不把贵族当回事, 低等级的人拼命往高等级爬, 想取而代之。 于是, 孔子提倡礼, 要求每个人安心地在自己的位置上待着, 做事情要符合礼仪。 孔子是当之无愧的教育家, 他不仅教给弟子实用技能, 更要让他们认识礼, 懂得礼, 按照礼去做事。 第三, 孔子的政治生涯。 孔子还是政治家, 在鲁国搞过政治改革, 可惜没有成功。 后来他周游列国, 也没有获得太好的机会。 但是, 孔子自己心里其实清楚, 他的政治理想在现实中很难实现。 第四, 孔子的影响。 晚年孔子返回鲁国, 继续从事教育, 写了一部历史著作, 春秋。 孔子逝世后, 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 编写了《论语》这本书, 成为我们认识孔子, 学习孔子的第一手材料。 通常那些兰典的事室。